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干吗都给我呀 我又没写招聘 这样也好 没人给我针了呀 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干年见到过你啊 帅哥 你是应聘的 对呀 司机招骂了没有 肯定没招骂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我见过最最最最帅的司机 这 五千万 到底有什么办法 你看你这总裁当的 跟小媳妇似的 一天愁过一天 说真的 我现在有点懵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家都有各自负责的项目 每个部门有自己的职责 而我好像什么用都没有 你知道吗 刚才开会的时候我连一个字都插不进去 而现在我只能对着这些报表发呆 你负责的 不得了 太多了 最多的一路 好 对呀 我再见 你呢 你 你看我 还在呢 你也不说给我打个电话什么的 现在怎么样 我以为你已经被 我命硬 暂时死不了 孩子那么漂亮 你也是啊 嘴还是那么甜 怎么李三小姐不照你了 跟你说了嘛 那就是哥们 她是谁啊 我是她女朋友 你在向我炫耀 别乱说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我叫吴欣 你拿 真够没心没肺的 你 先记上你一笔 看我晚上不吹我亲姐的枕边包 看看 我今天有什么不同 有 隐形眼睛 你好聪明啊 最新的 高清镜片 中午我跟子怡吃饭的时候 博士轮的营销总监正好也在 这什么 博士轮 知道你不爱钱 给你接招单生意喽 我亲自用过的 真的很不错 才敢赢下来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懒得操贼心 苏蕾 你是说这个 我要跟你说清楚 我只管介绍 不管营销剩下的事情 自己搞定 客户是我的老朋友 我要亲自负责哦 知道了 苏蕾 谢谢你 冷静 冷静 堂堂的一个大总盖 要喜怒不形于色 是的 女士 我 我真是太棒了 我要去见她的人 今天合适吗 不许我的老朋友 你不许愿意 让你不得了问题 你觉得 谁 是我 你好 我是来应聘的 应聘的 招满了 招满了 你自己看 真的招满了 算了 我让我清洁把新招的都开了 明天我再过来 你以为你姐是林吴迪啊 你认识我清洁 你是 我是我清洁的亲妹 林吴昕 你正打算拿自己的汪子 瘦男日记当沙烧简 我想过了 除了那些蜜蝶箱 这就是我对吴迪全部的心声 在公司这节会议上 用爱情保住世界这是对的 可是呢 你还以为我是为了公司 再利用吴迪吗 我严正地通知你无庸 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我了 我已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了 你以后要再说这种话 我就和你绝交 行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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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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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跟吴迪约会 你要不用带雷九 五千瓦大等你 没有他还真约不到吴迪 你带你强 一万瓦还漏电 吴迪约在你心里边 我跟雷九真的差距这么大吗 嗯 我现在算知道了 当初周董让我去给吴迪干助理 你连坑都不坑的是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 吴迪道至少要拍三部的 你现在只拍到第二部 我们还少一部终极吴迪 你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其实当时我不支声是因为 这个助理我当定了 什么意思 我和吴迪的开始是因为 他当我的助理 现在我当他的助理 也算是对我以前所做一切的补偿 顾董 你让我做的我可都做了 你的呢 我 奇怪 他什么时候和顾晓英走那么近 还躲着我 不会是因为雷九吧 不会对线 什么时候 随时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不会又想跟我加条件吧 不要耍花枪 耍花枪我也得会呀 办理手续需要时间 而且你也知道我妈 有多看这种天才 她宁肯不要我这儿子 也不会不要天才 那你也不敢 抓紧吧 不过 新姐夫 谁是天才 什么呀 天了 我想着双天才制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先例 吴欣小姐乖巧机了 马上解约 可林武清先生 你想我连我爸都开了 我怎么可能让我表妹在这个公司上班 你被吴欣骗了 可是林武清先生解职的时候 公司已经付给她五千块钱解约金了 吴欣再解约 你家俩亲亲 这一来二去的 这倒是致富之路 怎么会是这样 要不先让她试试 工资按最低标准 别扣瞎动声 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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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都回咕咕咕了 去吧 求求你了姑奶奶 你小点声吧 是我不对我求求你了 小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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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又没做坏事 你吓上我了 是你吓我 对不起 小点声 不哭了不哭 这个人啊 你被别人吓 我就会做出可别可怕的事情了 对不起了 放出去对不起叫够啊 那你说要怎么样 我尽量满足你 我要你 我清洁远远的 不许跟他亲笔接触 为什么呀 我答应我亲爸 来公司看着你跟我清洁 所以呀 你看见我就像看见我亲爸 我看着你 就像是我亲爸在看着你 画皮呀 画皮呀 雅雅呢 你要是对我好呢 就是对我亲爸好 我要是支持你呀 我亲爸肯定也会支持你的 那就是说 我只要讨好你就行了 你得讨好我亲爸 你得讨好我亲爸 这就好了 就好了 你得讨好我 你给我找到 我自己会讨好我 不讨好你 你得讨好我 你得讨好我 别讨好我 那我要不是 我的人 那这有什么事 我的女人 你不要讨好我 你回来 琳姐 他怎么当你 你真的不是很适合 前台这个职位 可是我都签约了 我跟五哥哥一块签约的 但是小五跟你不一样嘛 他在干净待了很多年了 一直做干净的司机 可是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你没有当过前台 清姐 你是不是因为 想跟清姐夫交往 所以老想赶走我呀 无形 我没那个意思 你想跟清姐夫交往 不想赶走我 不是的 你想赶走我 无形 我不想跟任何人交往 更不想赶走你 没有 好 我晚上去你的约会 我也去 你敢说 你约的不是清姐夫 进来 是我 你的压压往前走十五步 我是来找你的 是这样的 我有一些特别特别好看的 就穿过一两次的衣服 都是牌子的 挺贵的 我怎么借你钱呀 你 我知道 你看我不顺眼 可是哪一次不是 我想搬石头砸你们 却砸了自己的脚 要不是因为我的电 我才不会不顾自 你以为漂亮女人 有没有自尊吗 秦姐夫 晚上见了 晚上见 喂 看谁啊 管那么多呢 办你该办的事 你以为我 连倩不是你的靠山吗 怎么了 连他都不肯帮你吗 什么靠山 他就是做冰山 越靠越化 跟我说要自力更生 那意思是不是说 我如果想吃三文鱼的话 要自己去捞啊 现在 他对婉君都比对我好 刚才呀 我的侧隐之心 奇迹般地稍微动了一下 可是现在 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虽然我跟李安倩 从来都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她的观点 惊人地一致 自己似的 我现在 我怎么想吃 是我 我是无意间听到的 但是我听了之后很想帮你 帮我 鸦鸦 我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看着我呀 你说 你说不想看到我的鸦鸦脸呢 你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鸦鸦 如果你能借我十八万的话 我们就闪合 你 这 我已经闪了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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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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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否则我办不到 我知道 是 现在进行入职培训第三项 开始 把腿伸起来 对 哎 好 在这儿 别动啊 怎么样啊 老孙 没问题 这才第三项 后面还有七项呢 吴欣在这儿 俩中头 一点问题没有 俩中头 俩中头 没用 老孙 拿着 改天请你和你老婆一块去吃伊拉克螃蟹 你先忙着吧 好 忙着 俩中头 好好好 吴哥哥 吴哥哥 我受不了了 吴哥哥 我受不了你辅助 孙经理 我又不是第一回进概念了 就没必要做这些了吧 吴迪 怎么坐后边啊 坐哪周一啊 看来我这只漏电呢 就只能在你背后默默地发光 为你照亮通了爱情的道路 谁照亮我的呢 是不是 吴欣唐 什么 如星其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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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严重吗 你告诉我具体位置 好的 等着 我马上就过去了 吴迪 小心 对不起 刚才吓坏你了吧 没事的 你小心你开车 马上就到了 好 阿大 阿大 醒醒 他说 你是他唯一的朋友 怎么会这样 是 快快点 冲过去 撞他 撞他 姐 你当今儿让他跑到什么时候为止 跑到腿断为止 他毁了我一辈子 为什么不可以惩罚他 我不想要他的命 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久 你 这地方好漂亮 雷熊怎么还没来啊 雷熊怎么还没来啊 我给他打电话 喂 雷熊 雷熊 我和吴迪都到了 你什么时候来啊 我这六点及时 今天可能过不去了 真回不来了吗 雷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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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再说吧 他说他回不来了 他怎么会回不来呢 两位 这边请 既然来了 我们别辜负了雷熊的一片好意 坐一会儿 我 好 我 我 我 不 我 好 我 我 走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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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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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拿来给我看看 这个的精确度是到10米哦 对 你在这儿手里一颗呀 你昨天不是约了吴迪吗 你因为我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再说啊 我真不知道你真为了说 原来为了钱 你都没这么不要命 因为那个时候以为 有了钱就等于有了全世界 你相信道理吗 我相信良心 自从我偷了那张卡以后 我的运气就没再好 我相信良心 我相信了 我相信道理 你会否认识 多证明 你只能不能试咬 我相信你 我相信如何是第一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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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我这儿吧 回去 我回去了 没事 你坐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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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好 今次会有个人 但这次会有成有性的 一生儿 妈 这回你可要帮我 行了行了 这回我可帮不着你了 你看你累成这个样子了 还想着上班 你是天早的吗 才当了几天总裁 妈 我今天必须要去公司 我约了人家要签合同的 那就更得要好身体了 万一要是精神不好 录掉一个小数点 少选一个零 那怎么办呢 行了 踏踏实实在家休息好了 对了 你爸爸把你的手机 暂时没收了 打你的电话 都会转到家里来的 行了 妈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点点 我是不是找你的呀 快点点 我是不是找你的呀 喂 您好 我是林母亲 林师傅 年轻人尊重你是长辈 我没意见 你们林家有什么祖姓 我也管不着 我们费家 有自己管儿子的方法 还用不着你来插一腿 怎么 不说话了吧 先不说德南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打过他 你也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 你心疼自己的女儿我理解 你动手打过他吗 你女儿就没做错事吗 你女儿都没打过 你凭手打我的儿子 妈 你别拦着我 听我反话说啊 我们费家对你们俩恭恭敬敬的 还让吴迪当总裁 你别有恃无恐 谁的电话 打错了 打错了 妈 妈 你要告诉我 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 刚才是费得难打来的电话 不是 你爸爸气他又肠上你 好像是教训了他两下子 怎么 担心他了 没有 我吃了药困难 我先进去睡了 我去 岂有自立 你非得不分青红皂白打击层变化吗 他不分青红皂白把你打成这样 我还不能要个说法 我你恨 那不是误会吗 林叔叔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吴迪 你有没有估计啊 被人打成这样 连去道歉的话都没有 不行 我找他们去 妈 您这样会让吴迪很为难的 你被人打成这样都不为难 我这当骂的还为难呢 别把我当小孩了 我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 你 打吧 所有的伙子都宠我发 妈是心疼你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现在这个时候 跟那个丫头谈恋爱合适吗 多少双眼津津的概念 开笑话 顾笑颖每次都用什么眼神看我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囊事接二连三 我都要被气糊涂了 德南 你挨打的事算私事 你要自己处理也可以 但是公司的事 你不要我管 我也得管 您指什么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天才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